各位介绍的是 除了那种图式 因为图式一般都是比较小的 图式一般最大到多少 256乘256 所以不会有那种很大张的 那么如果你 觉得我们刚刚有看了几个那种 影像的对不对 那如果你觉得 还不太够的 其实也可以找找向量的 但是向量的可能老师或同学您的电脑里面 就要有一些向量的软体来帮忙做转换一下 因为 我们一般向量的 各位知道向量的软体大概哪些吗 像Colderome 有没有 Gilat Twitter 这些都是向量的 那另外一个比较有名的大家平常一定要看到的叫Flash Flash也是向量的 那向量跟点证差在哪里 我们一般像PNG JPG都是点证 那 JPG 所以 PNG这种点证的一般 档案都会比较大一点点 向量的因为他用数捷去运算 所以没有解析度的问题 那当然 网路上目前来讲 没有办法直接读向量的 除非你转成像Flash 那种比较特殊的格式 那么 我们在这边呢 有介绍各位几个就是 属于 免费的这种向量的服务 事实上你在上面可以找到很多很不错的 你看我们在这边 比如说像这个 这个哪里当背景的效果也很不错 对不对 然后像这个 有没有 像这个 都不要客气啊 我们尽量要找的就是找那个免费的 你看 Free Download 有没有 你拿这个免费的 拿着心安理得 你能看外面有没有在卖那个简报版本 我们刚刚看网站的有对不对 台湾其实之前也有人在卖 是哪一家 甲上 有听过甲上这家公司吗 这个 甲是这个甲 可能大家接触 比较少那种多媒体的软体 甲上他们有一些多媒体还不错 那他以前在台湾也有卖 就是卖那个简报的版本 但是好像没什么人买 所以后来就没有了 台湾比较不习惯用 就是多买个其他额外的东西 他如果大部分都觉得说软体 好像应该都有 好那 国外就比较 OK 那所以这边你就可以从这边Download 那 当然有的 要像这样 你要去先去Sign in一下 好那 除了这个呢 你看另外还有一个 我在这边还有介绍一个 这个 下面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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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您看到这边 这个网站也很好 他也都是free的比较多 那你可以看看 像这个当背景也都很OK 所以比如说我要拿下来 一般各位应该 有算过那种 那叫什么 那叫创用CC 有没有听过创用CC 没有 创是创作 用是使用 没有听过这两个 有没有在网络上有看过这个 有吗 没有 您从青菜来到导 好 这样会有著作权的问题 我们雅如那个 不是有一个研习 跟著作权有关 那个时间过了吗 还没有 你等一下就要顺便宣传一下 因为 你在网络上我们会尽量找 就是有所谓创用CC授权的 实际上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您可以去找那个什么 您用一个关键字去找就知道了 你找台湾的比较快 这里 有没有 这边 您会比较清楚说那个创用CC 那个符号代表的意思 因为现在助作权的关系嘛 所以 你如果 每个人都问你说可不可以授权 可不可以授权 资料有点麻烦 那你只要看图就知道了 我就知道说这个有没有 授权可以使用 可不可以商业使用 可不可以修改 好那这个上面都会写得很清楚 所以 您看这边 他就会告诉你什么叫创用CC 有没有看到这几个 1234 对不对 这个 如果只有这个我最喜欢 为什么 因为 我只要 告诉他我的 就好像能参考资料 告诉他这是来自哪里 这样就好 你可以 任意修改 那如果他有加上这个 有没有 不能赚钱的 非商业性使用 然后呢 禁止修改 有没有 所以您可以 回头看到我们刚刚那个 有没有发现 这三个图示 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可以拿来用 可是就是说你不能用在商业上 那我们教学上是OK的 教学上就比较没有问题 这样您大概了解了吧 所以您看这个图 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说 他的那个授权的范围 那 他的档名 副档名就是AI 这就是Elatry的 Elatry的档案 那所以 您下载下来 我就可以把它拿出来 那么我发现我们学校这边应该有装那个 都有买那个Adobe的这个Master的授权 这个 所以里面都有一个 这个Elatry的软件 像我这边 我就先 打开给各位看一下 解压说 好有没有 这个AI档案 那这边呢 但是这种向量档 向量档的缺点就是你要多做一个 转换的动作 因为你要把它转换成什么 转换成点正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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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